原标题 一山土地一直打到天涯海角 席卷大半个中国 麾下四大兵团司令员更是所向无敌 如十二兵团司令员萧敬光 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 十四兵团司令员刘亚楼 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 这四人被称之四野四大兵团司令员 等他们被解放事业奔跑而结束后 又投入建设国防强军事业中来 虽然却有十三兵团司令员呈子华后离开军 到地方搞建设工作 其他三位依然在军中任职 而在平津战役结束后 十四兵团刘亚楼准备率军南下时 被毛主席取消兵团司令员职务 这不是说他犯了错误 而取消他的兵团司令官的位子 而是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他 当时毛主席等人准备组建我们空军 但在挑选由谁接司令员时 大家一直选择了刘亚楼 可能是因为他留过苏联 而且当时建立空军自然少不了苏联的帮助 这样多多少少有点帮助 这也是毛主席对刘亚楼的重用与信任 然而刘亚楼也不负众望 我国空军从无到有 从弱小到强大 尤其是在元昭战争中 志愿军空军一战成名 当时敌人以为是苏联空军参战了 后得知是志愿军自己的空军 说出这样的话 志愿军学习能力与协调能力真是惊人呢 可以说刘亚楼未建设我国空军 那是偶心立血 可惜年纪轻轻的刘亚楼将军 却在1965年就病逝 终年55岁 自然空军有了 海军也少不了 在海军人选上 毛主席看中了 十二兵团司令员萧敬光 这位海军司令官算是一位九经沙场的将军 从土地改革时期就带兵打仗 一直到解放战争胜利后 在结束自己的军旅生涯 为建设海军事业 而奔走于前线 他现在陆军各部 挑选兵员 再对他们进行训练 在条件简陋的情况下 萧敬光克服一切困难 在最短时间内 建立起一支有模有样的海军部队 为保卫东南沿海海防任务 做出重大贡献 而萧敬光海军司令员任职 一任就是29年 可见 他对海军建设与发展 起大至关的重要性 再来看看15兵团司令员邓华 在建国后都担任了哪些职务 在全国战役基本结束后 他参加解放海南战役 后又任13兵团司令员 等抗美援朝爆发 又任志愿军副司令员 协助彭老总与敌对战 然而 在志愿军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时 由于日夜操劳的彭老总累倒了 加上地区环境严寒 医疗条件差 于是 毛主席让彭老总回国治疗 就这样志愿军司令员 一直由邓华代任 志愿军在邓华将军指导下 先后发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 下级反攻战役 金城战役彻底把敌军打趴下 让他们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以上三位 都是四野兵团司令 他们在建国后分别成为 空军司令 海军司令 志愿军司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